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尾一节目啊 今天那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泽连斯基称啊 说美国啊 不能逼我们坐在谈判桌上啊 马斯克讽刺呢 说幽默感啊 令人惊叹啊 呃 他说他的幽默感令人惊叹 据委还配上一个哭笑的表情 就是嘲讽的表情嘛啊 所以马斯克呢 还附上一条英国广播公司BBC啊 那么2012 2021年12月发表了 报道的链接 这篇报道的标题为啊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正在崛起的喜剧总统啊 所以你问怎么看呢 这东西是这样的啊 呃 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幕后而怪 啊 那这个词呢 当年是用来嘲笑谁的呢 用来嘲笑这个项羽的 是吧 西蜀霸王嘛 马斯克呢 今天呢 笑你责胜 但是你要知道你责胜风光的时候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不给他面子 对吧 你责胜这件事呢 所有人都知道 呃 他要被抛弃了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这么讲啊 对吧 为什么不能这么讲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同情责胜或者怎么样的 问题是你得跟毛子这个讨价还价啊 对吧 我都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的朋友 对不对 你想想你跟毛子讨价还价 那毛子人他得 你得让责胜装起来 对吧 你才能讨价还价啊 你耻笑的是责胜 那反过来你是不是给毛子涨了升威呢 那毛子肯定会想 哎 是吧 他那么弱 为什么我不要九州啊 对不对 那你想对毛这个内部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不想要九州吗 嗯 他不想要乌克兰的九州吗 他要把乌克兰的九州都拿下 是吧 到时候毛子那边大喊大大砍大杀了 说我们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就拿四州啊 那行吗 明白 我跟你讲这意思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马斯克这个人是木魂而惯呢 其实走到底 现在你觉得毛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普京真正想要的东西有且只有一个啊 普京要自己的胜利 要俄国的胜利 对吧 这个是很简单的啊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普京要的是呢 呃 这场胜利呢 不是由你恩赐给我的 不是由你特朗普说 是吧 要不然咱们干脆合了吧 咱们就合了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是我说合 你才能合 知道吗 我说这个能合 咱们才能合 我说这件事不能合 咱们就合不了 所以最后说白了呢 是我给你面子 不是你给我面子 对吧 你不要想错了 别喊 说喊你 是不是 你这个特朗普一说停了吧 大地咕噔一下 给你跪那儿了 说得了 您停了吧 说多谢您赏我了 是不是 你拿一说 赏你了 是吧 还得跪地也接 你别来这套 对吧 你大地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来 给你文件 签了他 对吧 你签不签吧 你签了 最后的结局什么 你就惨了嘛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人他木猴而惯呢 你可以在私下里怎么去嘲讽他 对吧 你在台里怎么骂这个 这个 他都可以 随便骂 骂什么都行 骂得多难听 多丧 都可以 对不对 问题是走到了台面上 你一定要夸泽连斯基 就算你想要的是停战 你也要先夸泽连斯基 你们不把毛子打下去了 你觉得毛子能成事吗 对不对 当年这个所谓狂生假疑写的过秦论 怎么写的 人家写很清楚 六国破灭 非兵戈不利 战不善 必在略秦 略秦而利亏 破灭之道也 对吧 为什么呢 秦以功取之外 小则获益 大则获成 那么 叫秦之所得 与战胜而得者七十百倍 那么诸侯之所亡 与战败而亡者七十一百倍 对吧 那则秦呢 之所大欲 诸侯之所大患 故不再战以 思绝先祖父 抱双路 斩荆棘 已有尺寸之力 子孙呢 誓之不慎兮 那举亦与人 如气草芥 今日歌舞成 明日歌时成 然后啊 得一息安寝 启事似敬 而秦兵啊 又至矣 然则诸侯之力有限 抱秦之欲而无厌 对吧 那奉之密凡 亲之欲疾 故不战而强弱胜负以叛矣 以至于啊 亲父 礼顾亦然 是吧 古人曰呢 以帝是秦 由暴心救火 心不尽 火不灭 是吧 此言得知 对吧 什么意思 咱说得很清楚了 你的子孙 而不是 你的祖父 父辈们 是吧 冒着风霜雨雪 是吧 斩破了荆棘 才已有尺寸的土地 子孙视之不慎兮 是吧 抬手就给人了 如气草芥 今天歌舞成 明天歌时成 然后得一息安琴 就睡一晚上 对吧 等你一杂一起 发现我妈 秦人又来了 对不对 你拿土地去贿赂秦 秦怎么样呢 马上之百回来还打你 由暴心救火 心不尽 火不灭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为什么那些人那么讨厌毛子 他们为什么讨厌他 毛子是什么地方的人 是苦寒之地的人 那些地方的人 生长出来的人 他必须要跟你拼 得到好处他要跟你拼 得不到好处他更要跟你拼 他为什么跟你拼 不是因为他贪婪 是因为他活不下去 他一定要跟你拼 现在 是吧 这马斯克什么意思 务猴而冠呢 你不管怎么说 前线战场上乌克兰这些人 还在这拼着呢 你要的是普京接受和谈 你怎么能嘲笑你自己这边的人呢 你嘲笑他了 一发 这是个傻子 那乌克兰人怎么看你 乌克兰人一看你 我的妈呀 是不是 这还打个屁啊 我们前面舍身忘死 对吧 我们国也破了 家也亡了 东西全卖了 什么玩意都荡了 这国家里还有我的东西吗 这个国里还有我立锥之地吗 我跑了 前线溃败了 今日得一成 明日得一成 他毛子会说 哎哟 得这点就得了吗 你看看毛子国内现在怎么叫唤呢 人家还是要那四周嘛 人要九周 对不对 这个世界什么道理 树欲净而风不止 对于普京来说的话 普京也想着 要不然干脆得四周就得了 是吧 稍一鼓一琢磨 说这点事咱也就这样了 别再打了 再打咱不舒服了 对吧 你打四周 死这么多人 是吧 人家觉得算了 算了 算了 你打四周死的人少了 人家拼命往前冲 随便往前冲 一打就破 一打就破 那个时候他还觉得得四周就合适吗 要不然说五周也行 人家说六周也挺好的 是不是 你今日失一成 明日失一成 对不对 你最后把人的心都冷了 所有人都傻了 明白这意思吗 所有人都傻了 得 算了 刚才就越来越跑 是吧 完了 你今天贿赂他 明天贿赂他 心不尽 火不灭 对吧 你抱着柴心去救火 能成吗 你觉得 你认为了 我跟毛子谈判 我认为这个价我出的已经足够多了 谁说过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 你战场上顶得住 能说话 战场上顶不住了呢 那我问你啊 库尔斯克大会战 现在如果败了 让人给打回来了 你怎么玩 你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吗 泽连斯基他再不好 他在前面扛着呢 他为你在前面扛着雷 你不说你助他 对不对 你不说我来助你 助他一把 你现在嘲笑他 明天他还给干下了 换上一个这个不灵的人 呼呼呼 是吧 这个兵败如山倒 人家现在站在哈尔科夫城底了 站在奥特斯 城班边了 他不攻城吗 历史就这个机会 我现在我得这一城也是这一城 我少这一城 我干嘛 我得这一城 我是这一城 他能不说他不要吗 他能说他不拼吗 我跟你讲了吗 攻城的亡命 是不是等着攻城的亡命忘出了血 是吧 打进去就是功劳 就换回家就换地位换银两 是吧 人家不要吗 你现在嘲笑他 你嘲笑了他 让乌克兰人心冷了 呼呼毛的风卷残云一边往前攻 对吧 今天你设置个防线 人家攻破了 明天你设置个防线攻破了 那你觉得对欧洲人来说 欧洲人怎么看你啊 你美国根本就没能力保住我们 你美国不但没有能力保住我们 你还出卖自己的盟友 你让亚洲人怎么看呢 你让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 怎么看你美国啊 哦 美国就是耍我们 是不是 说的都挺好听的 啊 让我们去打 我们打了 打了到贵团关键的时候 把他们甩了 对吧 战场上不是没打呀 你站在乌克人的角度来看 乌克兰人不是没往上冲啊 乌克兰人也死了多少人啊 那巴克莫特那个绞肉机里 人家也往里塞人了 人家也打这场仗了 人家也打这场仗了 也付出的代价了 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给人卖了 然后你还哈哈哈哈大笑 你以为你卖的是人家啊 你卖的是你天下霸主的地位 你知道不知道 你把所有人的心都冷了 没人嘲笑你了 你做什么天下公主啊 谁会认为你是天下公主 有一个人会相信美国会保你吗 没有人相信你会保他了 你将来拿什么出来负担呢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人呢 你真的觉得他聪明吗 这个人稍一得势 马上就交赠的要命 稍微一得势 恨不得天老大 他老二 这样的人能成功吗 我没跟你讲吗 是吧 灵人当道 戏子登台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美国靠这帮人 他能成功吗 这是我黑他吗 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责胜是个傻子 他也不能出来去笑他 为什么 你笑他 毛子那边的人就觉得 哦 你们都拆火了 是不是 我得得更多呀 对吧 你现在网上传出来 那个谈判的那个东西 为什么人家不跟你谈了 对不对 术玉镜封布止 你美国肯定有一个谈判标准 俄国人肯定也知道 你这个谈判标准 为什么人家不跟你谈了 人家这个 你大地说出来了 大地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战线上的结果 对吧 那什么意思 我推 多推一程 我就要一程 堆推一块 我就要一块 对不对 那毛子底下的人 等着论功行赏呢 他们要把红军城拿下 他们要把哈尔科夫 是吧 这些东西都拿下 拿回去之后的话 回去领赏呢 他们能说 到了最后那一刻了 眼瞅对方溃败了 他不往上冲吗 你不得说你站在责赏边上 一拍责赏 你说这事都小事 是不是 咱美国有的是钱 是吧 没了钱 放心 让给你整去 支持你 跟他干 对吧 你想停战 你得先在战场打出点成绩 你比如说库尔斯克这块 你给他挫败了也好 你在乌冬也好 你反攻了也好 你来一个什么什么大反攻 来了一大反攻 给毛毛打了 毛毛傻了 一看呀 不行了 是不是 这几个人坐在桌上 说怎么办 要不然停了吧 是吧 那你那会儿说 可以给我停了 你这边哭哭溃败 这边哈哈哈哈大笑 笑自己人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咱们只谈一个问题 毛子怎么看这问题 对吧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可以随便看这问题 我觉得都无所谓 对吧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那时候看个乐子 我问一个问题 毛子怎么看 付这么大代价 死了这么多的人 对不对 现在打了一场 这么大的一场大战 只割四周 人家满意吗 人家会只割这四周吗 对不对 那过亲论 讲得很清楚吗 对不对 你想谈 人就谈 你想停 人就停啊 人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人不是过亲论 写得多明白啊 嗯 对不对 思觉先祖父 报寒路 是吧 斩荆棘 已有尺寸之地 子孙 是之不慎兮 于呃 局以与人 如气草戒 今日歌舞成 明日歌时成 然后 一膝安枕 安寝 是吧 岂事似敬 而秦兵又质疑 对吧 你别忘了 咱们还得讲一道理呢 你当年的那个 明思客协议 你给他毛子耍了 你想停 毛子就停啊 你跟今天说 小老地儿都是好事 停了吧 是不是 小老地儿说得了 大哥您说什么事 什么 巴基人就停了 你又给他耍了呢 那人家发现了 这个东西 你又往前线于目撕了 对吧 那人能干吗 你没有跟你讲这意思吗 人家与其相信你 不如说人家拿这个好处 打到你历劫为止 打到你打不动为止 打到打服了你为止 打怕了你为止 你听 你一弹起 毛子他们就怕 打到这个时候为止 人家不想打成这样吗 你现在想信 你都信不了你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去笑话 这个泽连斯基 拆你泽连斯基里边的财 你们想不想听这样的 对吧 要不干脆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是不是 毛子那边人吧 你是 是吧 所以你问怎么看 我真的啊 说句实在话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都傻了 是吧 当然了 你说了 责赠怎么笑话都行 是吧 你随便 怎么笑话都行 但是我就这一句话 你品啊 你品 你觉得毛子 怎么看那个问题 毛子会觉得 是吧 只得到这个四周就满意了 你把毛子的瘾 一旦弄出来 好吧 那这一节呢 先到这 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 咱得讲个笑话啊 现在呢 美国的前CN官员说啊 说特朗普的理念是通过实力寻求和中国和平相处 啊 咱也不知道这个实力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写 对不对 是F35 可能突然长出了两个引擎 从单引擎飞机变成双引擎飞机 是吧 实力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解 是吧 这题太难了啊 所以这一次驻爱航展的话呢 你说真正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有的啊 那么就是驻爱航展呢 让世界看到了 其实美国的那些东西呢 都已经是老皇帝了 啊 所以我没跟你讲吧 最后美国呢 就是嘴炮 打嘴炮啊 为什么打嘴炮呢 因为豆温不破吧 他只要让你东西不破了 对吧 这东西就行了 但问题是呢 呃 你怎么证明你的实力 那你得在战场上证明啊 我跟你讲啊 随后就该变出风声了 就该变变化了啊 你说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在俄乌战场上跟毛啊打 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 他们已经判断非常清楚了 在战场上跟咱打不了 对吧 这个国防部长啊 这个还能不能当咱不知道了啊 这不国防部长也不是说了吗 你认的这个人吗 他说十分钟 是吧 15发反舰导弹 是吧 美国十四公航航母就沉了 对吧 每一次兵器推演都赢不了 对不对 当然我知道啊 他没提名之前 他说这话都是真话 对吧 他这个一当了之后 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假话啊 或者他没当之前 说的每句话都是假话 他当了就是真话 我不管他是真话还是假话啊 现在大哥能不能当不知道了啊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如果换人的话 咱就看再换谁啊 可能少校干不了 咱换一个上位 中位少啊 少位 是吧 应该叫少位 这不叫少位 叫什么来着 是吧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啊 校官当不了 让卫官上 卫官也行 是不是 让一个军事长 我觉得军事长可能是个不错的 对不对 毕竟那个光环嘛 那游戏里边应该是军事长 让他上 当官部长 我觉得也行 对不对 这东西都可以啊 反正找个崇明的嘛 是不是 要不然咱们就钢铁侠 美国队长 队长上也行 是不是 这都可以 反正就这么个路子嘛 啊 谁上来了 谁都得面对这个局面 对吧 美国十一艘航母 五艘等着维修 两艘等待退役 能动画的就三艘 对吧 L35现在根本就产不出来 对吧 完了呢 中国这边呼噜呼噜下脚子似的 对吧 你怎么玩 怎么用实力呢 没跟你说嘛 就是嘴炮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玩意倒过来了呢 如果俄乌战争你输了 就是世人看到的 不是因为特朗普上来了 他要求停战 停战了 而是普京要求停战 最后以一个普京愿意的方式停战了 没有吧 那时候美国的面子就完了 那个时候美国面子完了 大家就该比对了嘛 对吧 老虎棒子鸡嘛 对吧 那那个时候大家一比对 突然发现 是吧 他毛子他要不如咱们的话 那美国可能就更不如咱们 对吧 那些东西怎么玩 我说句真心话啊 美国人要在俄国战场上打败毛子 已经打不了了 到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 说实话也投了不少钱 投了3000亿美子了 3000亿美子一点身挣不出来 咱说实话 一艘航母200亿 对吧 也是十多艘航母 十五六艘航母扔进去了 对吧 一点水身撒不出来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他还能跟咱们用实力角度说话 是吧 特朗普凭什么呀 何德何能 对不对 我现在我身上 我不是说嘲笑特朗普啊 那后边的话 他们要给他安排加气了 这些媒体掌握在谁手里 都掌握在这个人家手里 对吧 这个三人成虎 众口硕金 对吧 所有人都说你不行 那你行不行呢 你为了证明你行 你就要做事 那么你做得了吗 你手里有那么多东西吗 对吧 你想你连毛都玩不动的话 你还跟咱们玩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 很多人现在对内心当中啊 还是有惧怕 还是恐惧 还觉得美国 是吧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现在美国糟糕到了什么情况 人家一说 中国造舰是美国人的两百多倍 对吧 那这个不是说空穴来潮的 对不对 那一个达里安船厂就已经比他们这个总和都多了 那问题是你只有一个达里安船厂了 是吧 你生产这些军舰 生产飞机 现在L35那是什么概念 嗯 歼35那是什么概念 起码同台经济吧 对吧 我不说 非要说 一说就好 李冲吹似的 对吧 咱们就说是不是同台经济 啊 飞机是同台经济了 对吧 那导弹呢 导弹 对吧 你就天津赛马 你说你U等马对U等马 还有35对歼35是同等的 第二个呢 导弹呢 其实导弹是第一的 你不能比 导弹一比你没有 你输了 你只能拿飞机出来比 啊 飞机你U等的 对吧 咱们都是疲斗并进的 不说了 打了一瓶手 对不对 导弹呢 导弹我肯定就等了 我的高潮音速导弹 你都没有 对吧 你拿什么玩 你不能拿PPT的东西玩 对不对 幻想之中呢 我在幻想里有 我跟你讲 美国很多兵器推演 直接就用幻想里的东西 对吧 很多研发的东西 对吧 不存在的东西 直接用到兵器推演当中使 就那还不赢不了中国呢 你说还说什么意思 对吧 导弹你没有吧 不用多说了 舰船呢 056的东西你有吗 你有没有 你那个破船 是吧 你能打多远 人家打多远 你怎么玩 我说实话 美国真的需要航母 为什么 没有了航母的话 中国一艘05 是不是 美国多少舰队全覆灭 你打不着我呀 那当年那个 鸦砭认争的电影当中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关天培队了 说怎么不开炮 人家打咱们 咱怎么还不开炮 那兵怎么说的 说大人咱打不着 对不对 最简单道理了 我这导弹 是吧 比你打得远 你都没够着我呢 我都打蛋 都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 我都下班了 你那边 零声大作 是吧 所有人进到战斗岗位了 这边砰 放完导弹了 呼呼 一敲铃 怎么样 吃重饭了 是吧 船员都下班了 吃吃饭去了 吃完饭睡觉去 对吧 休息了 为什么 你都坐在半径 都够不着我 我发完导弹 我就回家了 是不是 你那边沉不沉呢 是吧 你怎么说 反正呢 你打不着我 我打着你 我下班了 下班吃完饭 一说老张吃点啥 老张说没人喝点啤酒 是吧 一会儿啪啪啪 给你播报了 是吧 击沉对方了 多加一杯 多加一杯 是吧 你说这东西怎么弄啊 这世界是这样的吗 他最后的游戏 是吧 你这个游戏里 你都够不着人家 你怎么玩啊 东亚这个战争 如果爆发的话 是要比这个 俄乌战争还残酷的 他真正残酷的店在哪 他就是瞬间的 开战就结束了 为什么 都是拼导弹的 一上场哭哭一尊导弹 你那些基地参化了 就完了 你还真指着 日本人韩国人 为你拼到最后一滴血 怎么可能呢 人家要求 跟你平起平坐了 你要求人家为你动刀兵 那人家为什么 要为你动刀兵 你说有盟约 这个世界上盟约多了 哪个盟约都能执行吗 当年波兰那场战争 爆发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 叫假战 什么叫假战呢 英法一年的时间 一个天也没动啊 一个兵也没死啊 等你想使韩国 日本的时候 他们就能动得了了 我看未必吧 所以反正呢 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呢 你就知道 这个经济上你使不出来 科技上啊 军事上使不出来 你经济上能使出来吗 经济上你也使不出来 你真的以为 打关税战能怎么着呢 你要搞清楚 这个东西不是没打过 是已经打了八年 打了八年的最终结果 是你已经不灵了 对不对 你已经不灵了 所以打了八年 是我越打越强 还是你越打越强 对吧 咱们总得有个见证吧 那打了八年之后 是我越打越强 你越打越弱 打了八年之后 不是你越打越强 我越来越弱 先搞清楚 对不对 你那现在都36万亿了 你打关税战之后 社会马上就大通胀 你怎么玩 科技经济你不行 科技你行吗 科技你也不行 这是我黑他吗 连续四年 三贯王都在咱们手里了 对不对 而且咱们三贯王是什么 咱们的是这个材料学 是吧 咱们是这个物理 是吧 是化学 都是这些东西 你是什么 你是这个医学和自然科学 对吧 那你科技这些方面 真正将来投产 往下投东西 是谁 你比什么 你除了比你虚高的GDP以外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比的 美国现在唯一能拿出手的 跟中国比 就是所谓他的GDP了 但他那个GDP都是注水的 他的GDP是怎么增长上去的 他是以国债增长上去的 他说白了什么意思 我管这个 这个外边借钱 甚至都不是往外边借钱 都是自己跟自己借 借完了钱之后 把借的钱变成了GDP 说白了就是 我借的钱发给我自己 虚空上去的GDP 这么多年了 美国基建增长了多少 对吧 这个车辆也好 新车辆也好 增长了多少 对吧 这些东西到底增长了多少 全是虚空的 这么多年 美国除了虚空往上增 是吧 中国增长车增长了多少 道路桥梁那些东西增长了多少 你还看不明白吗 美国现在除了媒体权力 是能把着的以外 对不对 我没跟你讲嘛 人家说A 你在分析A 人家说B 你的说B 其实说白了 你还是在人家 人家那个游戏体以来 说 但是这东西没办法 话语权 现在就在人家手里边 人家说什么 你就得硬什么 对吧 就这么 就这么简单 但是说白了 你说什么就硬什么 你现在都快说不出口了 你还跟我这狂 对吧 所以我说实话呢 你的自信来于什么呢 来于你自己就是走夜路吹口哨 无非就是向上自己 是吧 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而已 就这么简单 现在他的所有的口号也好 所有的东西也好 所有的项目的方案也好 就只是这个 没别的 你还看不明白吗 美国玩到今天 没有玩出任何一样新花样 没有玩出任何一个真正的变化 唯一玩出来的 就是自己的这个嘴 越玩越正 越玩越狠 除了玩这些东西以外 什么都没有了 美国现在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子 这个空壳子 大到不能倒 还不能碰 一碰碰就倒了 这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状态 还不着急 是吧 赶紧玩呢 还在那拖大 是不是 那你愿意拖大就拖大呗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呗 对吧 你人教人教不会 事教人一教就会 是吧 那就折腾呗 折腾完了之后 真的比斗一下子吗 比也不会比 知道吧 而且没跟你讲吧 都是这个理也就好的 对吧 很多人说 说你看你今天黑卢哥 你卢哥现在国务卿了 问题是你当国务卿了 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实在话 他当议员的时候 他想怎么黑怎么黑 为什么 他再怎么说中国 是吧 他那个东西都是偏脚料 他成为国务卿之后了 他能真的这个 到外边大放决词 行吗 到时候可受不了场 你随便说 对吧 你怎么讲话都可以 但是人家要求你兑现你的讲话的时候 你能不能兑现 你能兑现 OK 怎么说都行 如果你兑现不了你的讲话的话 如果你的讲话只能是 是吧 这个发狠 完了之后的话呢 你讲这些东西的话 那将来你可不是丢人这么简单的事了 那你是要付出已知对应的代价的 你别忘了 你是国务卿 你处理的是国家的事务了 你不是一个议员 你随便想提什么 口嗨一下就完了的事 你真的真的把一些提案提出来了 你是要兑现的 你有兑现的实力吗 嗯 很多人说怕 你看你不客观 这个一直就黑人家 哎 搞清楚 他自己的提名 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 现在关键问题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你甭说你做了什么 对吧 你还别跟别人说你做了什么 你还没开始做呢 你自己推的两个人 人家现在就质疑你了 就现在那步这不是质疑你 直接就整活了 明白吗 你还什么都没干呢 你还没上来呢 你质疑你的这个人就开始了 就开始跟你吓家伙了 对不对 都已经跟你分分都给你搞东西的 搞这些事了 你真的觉得我说句实在话 你上来之后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现在是什么呢 全是打嘴炮放空枪 知道吧 关键我跟你这么讲啊 你就记住我这话 他上来了 上来之后 他上来之后有什么举措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点 是真打还是假打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你上来了 如果是假打 这东西OK还能玩 你上来如果是真打的话 那就没有后退路了 那那个时候的话 你要是失败了 你胜利了怎么做都行 对不对 挂着挂着给你铺两个挂着 是吧 你要是失败了呢 失败这世界是没有后悔要的 绝对绝对没有后悔要 是吧 这世界只有一次机会 从来没有SR大法 是吧 你失败了能读取 能再次这个从头来 你真正的现实社会 能让你读取吗 你还有存盘读取的机会吗 只有一次都 好吧 那么今天一集呢 所以谢谢收看